大家好,感谢收看本频道,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霍家争产风云四起,亲兄弟反目,数额之巨大令霍启刚恐受牵连 郭晶晶罕见表态,谁敢动霍启刚一根头发,我绝不放过他 霍英东家族争产事件风云再起,官司很快就要在香港打响 涉及的涨房二子霍振环跟三子霍振宇都聘请了最好的星级律师 这次,双方争夺的焦点是在南沙的22平方公里的地皮上 22平方公里的地皮是什么概念?足足有半个澳门那么大 这些地皮是多年之前霍英东通过南沙开发公司购入 之后以一元的价格转让给了霍英东基金会 这次,霍振宇要求家族公司回购这些地皮的权益 22平方公里的地皮如今价值连城 如果按照南沙如今的房价来计算 有可能总市值已经超过了3000亿 其实,霍英东家族的争产事件由来已久了 2011年,霍振宇就把自己12个兄弟姐妹 还有自己的母亲、二妈、还有姑妈跟姑父一起告了 霍英东在2006年去世 因为他的生前一直没把家族公司上市 所以外人一直无法得知他们家族有多少资产 霍英东去世之前安排大房的二子霍振宇跟三子霍振宇 还有自己的妹妹霍木勤担任自己的遗产执行人 根据霍英东的规定 自己去世的20年之内 遗产分配给各房太太跟子女 所有人都在家族公司中领取生活费 霍英东这么安排就是为了避免子女争夺家产 不过让霍英东想不到 自己虽然做了妥善的安排 但是自己刚刚去世 子女就闹起来了 2011年霍振宇告了这么多人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状告二哥霍振宇 私吞了父亲价值64亿的遗产 另外霍振宇认为 姑姑霍木勤年老体衰 也无力担任遗产执行人 要求更换遗产执行人 其实霍英东当时还有一个安排 那就是二方跟三方的七个子女不得从商 必须自己从事其他工作 大方的霍振廷接手自己的体育事业 成为家族接班人 老二霍振宇接手自己的生意 老三霍振宇接手自己晚年最重视的南沙工作 看了霍英东的安排 你可能会好奇一个事情 那就是为何在遗产执行人中没有霍振廷 霍英东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 他是非常看重嫡系的 另外霍振廷一直是霍英东的好帮手 霍英东当年在国际上奔走 为帮助中国恢复奥运会地位 还有帮中国升奥 霍振廷是出了大力的 后来霍振廷自己还成功竞选上了国际奥委会委员 可以说霍振廷绝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接班人 在霍英东的安排中 霍振廷是要当家族接班人的 毕竟他是嫡长子 地位就摆在这里 那么既然霍振廷当了接班人 却为何不在遗产执行人名单中 霍英东宁愿让妹妹霍木勤来当遗产执行人 也不让霍振廷来当呢 其实如今看来霍英东是在保护嫡系 保护霍振廷这一家 霍英东一生有三个太太 总计有13个子女 其中二房的霍文芳并非霍英东亲生 为何说霍英东不让霍振廷当遗产执行人 是在保护霍振廷这一家呢 在霍英东心中 他的三大事业 分量最重的自然是体育事业跟南沙事业 相反生意是最末端的 霍英东早年靠地产起家 后来在香港打造了一个庞大的生意帝国 不过晚年 霍英东的精力都放在体育跟南沙方面 其实霍英东发展体育事业也是从政的一个方向 事实上 晚年霍英东的精力都是在政界 在霍英东的众多子女中 最有希望在政界发展的就是霍振廷一家了 霍振廷自己已经竞选上了国际奥委会委员 而且又是香港的议员 已经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霍英东当年是有机会推自己的儿子上一哥这个位置 不过霍英东大工无私 从能力上考虑之后 他认为董先生更合适 霍振廷能力虽然出众 但是缺乏霹雳手段 更像是一个老好人 所以霍英东知道霍振廷不合适这个位置 霍振廷更合适在担任外交的工作 他在国际体育界奔走 确实为中国体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霍振廷是没机会更上一层楼了 但是霍振廷的三个儿子却非常有机会 特别是霍启刚 霍启刚从小就是跟着霍英东长大的 霍英东对这个嫡长孙是非常了解的 霍启刚的能力 报复 野心 霍英东都是清楚的 也可以说霍启刚是霍英东调教大的 霍启刚就是一个仆裕 毕竟经过雕刻跟磨练 当然也需要保护 霍洪生为何不让霍游龙当接班人 而是让他自己去创业 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他 让他远离家族的是非 自己有更多精力去发展生意 霍英东也是这个意思 霍振廷霍启刚父子要在政界发展 那么就让他们远离家族是非了 香港豪门十个有九个会发生争家产的事情 不管你安排得多好 最后大部分都会发生争夺家产的事情 毕竟人性都是自私的 霍英东见惯了大风大浪 他肯定不会天真到 以为自己的安排就可以完全杜绝这些事情的发生 为了保护霍家在政界的前途 跟家族的希望 霍英东就不让霍振廷去当这个遗产执行人 让他远离是非 如果霍振廷当了这个遗产执行人 那么肯定会卷入进去 即使霍振廷能够秉公处理 但是也可能因为其他人的事情 而被不断消耗精力跟体力 这样霍振廷就少在其他方面工作的时间 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 霍振廷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之后 能够当上这个职务的中国人也就几个人而已 所以霍振廷当时工作不仅仅为了自己 为了霍家 更是关系到整个中国体育界 霍启刚代表了霍家的未来 霍振廷代表了霍家的现在 霍振廷肯定要保护他们 不让他们有一点点的危险 于是霍振廷不让霍振廷去当这个遗产执行人 事实上这个决定真的是对的 过去多年霍家争产过程中 霍振廷父子一直可以独善其身 也是因为霍振廷的这个安排 霍振廷真的是一个聪明人 其实有些事情是你永远无法避免的 而有些事情却是可以通过你的安排提前规避风险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争夺70亿遗产 郭晶晶加工成被告 霍启刚霍将受牵连 很多人都知道 梦之队的传奇跳水冠军 郭晶晶嫁入了豪门 嫁到了霍家成为了霍启刚的妻子 婚后他们生儿育旅 生活过得非常幸福 而且两夫妻彼此恩爱 还屡屡秀出幸福合照 羡煞旁人 可是在一切风平浪静的外表之下 其实暗藏着波涛汹涌 一不小心就可能覆水难收 据悉 郭晶晶丈夫霍启刚的爷爷 已经去世16年之久 可是围绕霍因东的遗产争夺 在家族却从来没有停止 这其实也怪不得他们兄弟相残 因为霍因东生前的确是家大业大 作为香港首屈一指的豪门之一 所涉及的家产庞大到让人难以想象 即使是澳门赌王在他们的面前 也只能自称小弟 要知道赌王何家 可是一个拥有数千亿财产的庞大家族 资料显示 1月11日 霍因东家族遗产争夺案将会再次开庭 这一次原告是原配的第三个儿子霍振宇 将要控告霍启刚的父亲霍振廷和霍启刚的二叔霍振环 据悉 这一次之所以再度兄弟相残 主要是三子霍振宇发现了大哥和二哥在广东南沙 隐藏了其父亲霍因东高达约50到70亿的遗产项目 这个项目一直是由霍因东的第二个儿子霍振环所掌控 而霍启刚的父亲也知情 属于受益者 因此 这一次霍振宇将他们告上了法庭 为了争夺这被故意隐藏的巨额遗产 双方都花重金聘请了最厉害的律师 将会在庭审上一决雌雄 当然 在庭审之外 他们的明争暗斗也是在所难免 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也悄然成为家族内的禁忌